宣读圣经 职场行 宣读圣经 解析职场 践行工作神学 活出职场使命 欢迎收看系列节目 宣读圣经职场行 在这个系列的每一集节目中 我们首先会以诗篇作为开场祷告 接下来分享圣经中的一个章节 再讨论这段经文对于工作 工作者和职场的意义 鼓励您每次看完视频后都想一想 如何将您从节目中学到的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现在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聆听诗篇 诗篇第106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献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凡尊守公平 常行公义的 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 你用恩惠带你的百姓 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 开你的救恩眷顾我 使我借您选民的福 乐你国民的乐 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 我们做了孽 行了恶 我们的祖宗 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 不济泥你丰盛的慈爱 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 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并且斥责红海 海变干了 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如同经过旷野 他拯救他们 脱离恨他们人的手 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 水淹没他们的敌人 没有一个存留 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 歌唱赞美他 等不多时 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 不仰望他的指教 反倒在旷野大起御心 在荒帝试探神 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 他们又在营中 极度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 亚伦 亚伦 地裂开 吞下大滩 掩盖 雅比莱一党的人 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 有火焰烧毁了恶人 他们在和列山造了牛犊 叩拜筑成的像 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 换为吃草之牛的像 忘了神 他们的救助 他曾在埃及行大事 在寒地行骑士 在红海行可畏的事 所以 他说要灭绝他们 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 站在当中 使他的愤怒转消 恐怕他就灭绝他们 他们又藐视那美丽 不信他的话 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 不听耶和华的声音 所以 他对他们启示 必叫他们倒在旷野 叫他们的后裔 倒在列国之中 分散在各地 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 且吃了祭祀神的物 他们这样行 惹耶和华发怒 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 那时 菲尼哈站起 刑罚恶人 瘟疫这才止息 那就算为他的义 世世代代 直到永远 他们在米利巴水 又叫耶和华发怒 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 生意他们惹动他的流 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 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 白与他们混杂相合 学习他们的行为 侍奉他们的偶像 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 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 留狐孤人的血 就是自己儿女的血 把他们祭祀嘉南的偶像 那地就被血污秽了 这样 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 在行为上犯了邪淫 所以 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 憎恶他的产业 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恨他们的人就挟制他们 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 他们就扶在敌人手下 他屡次搭救他们 他们却涉谋悖逆 因自己的罪孽降为悲下 然而 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 就眷顾他们的疾难 为他们纪念他的约 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他也使他们 在反掳掠他们的人面前 蒙连续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们 从外邦中招聚我们 我们好称赞你的圣民 以赞美你为夸圣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愿众民都说 阿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学习 圣经经文 雅歌 第一章 所罗门的歌 是歌中的雅歌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 比酒更美 你的糕油辛香 你的鸣 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童女都爱你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 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们必因你欢喜 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上次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帽子 不要因日头 把我晒黑了 就轻看我 我童母的弟兄 向我发怒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 却没有看守 我心所爱的啊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若不知道 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 把你的山羊羔 木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 我的家偶 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 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 你的景象 因珠串而华丽 我们要为你鞭上惊变 向上银钉 王正坐席的时候 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 藏在我怀中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 在影机底葡萄园中 我的家偶 你甚美丽 你甚美丽 你的眼 好像鸽子眼 我的良人啊 你甚美丽可爱 我们以青草为床榻 以香薄树为房屋的栋梁 以松树为船子 第二章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是谷中的百合花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她的蕴下 尝她果子的滋味 觉得甘甜 她带我入言宴锁 以爱为奇 在我椅上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 增补我力 给我苹果畅快我心 因我思爱成病 她的左手在我头下 她的右手将我抱住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 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她自己情愿 听啊 是我良人的声音 看啊 她穿山越岭而来 我的良人 好像羚羊 或像小鹿 她站在我们墙壁后 从窗户往里观看 从窗帘往里窥探 我良人对我说 我的家偶 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因为冬天以往 雨水止住过去了 地上百花开放 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 班鸟的声音 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无花果树的果子 渐渐成熟 葡萨树 葡萄树开花放香 我的家偶 我的美人 起来 与我同去 我的鸽子啊 良人数我 我也数他 他在百鸟花中 木放群羊 我的良人啊 求你等到天气凉风 日影飞去的时候 你要转回 好像羚羊 或向小鹿 在彼特山上 雅歌 第三章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寻不见 我说我要起来 游行城中 在街市上 在宽阔处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寻不见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 遇见我 我问他们 你们看见 我心所爱的没有 我刚离开 他们就遇见 我心所爱的 我拉住他 不容他走 领他入我母家 到怀我者的内室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羚羊 或田野的母鹿 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他自己情愿 那从旷野上来 形状如烟柱 以墨药和乳香 并伤人各样香粉薰的是谁呢 看啊 是索罗门的轿 四围有六十个勇士 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 手都持刀 擅于征战 腰间配刀 防备夜间有惊慌 索罗门王 用利巴嫩木 为自己制造一圣滑轿 角柱是用银做的 角底是用金做的 坐垫是紫色的 其中所铺的 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 西岸的众女子啊 你们出去观看索罗门王 头戴冠冕 就是在他婚言的日子 心中喜乐的时候 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现在 让我们安静片刻 默想刚刚所读的经文 雅歌导论 雅歌 也称为索罗门之歌 是一部爱情诗篇 但它已深刻描绘了 工作的意义 价值和美丽 雅歌歌颂了恋人们求爱 结婚和共同工作的过程 构成一幅理想的生活 家庭和工作的画面 我们将探讨雅歌中 所描绘的各种工作中的 艰辛 美好 勤奋 快乐 激情 家庭和喜乐等主题 在古代 所有诗歌都是唱出来的 而雅歌就是一个歌曲集的歌词 那这些歌曲由男女主角 跟合唱团共同呈现 雅歌可以被理解成 是为所罗门王宫里的贵族观众 演奏的一场音乐会 他与古埃及的爱情音乐 有很多相似之处 后者也是服务于 类似身份的观众 创作于所罗门时代前的几个世纪 他与古埃及的爱情音乐 有很多类似之处 后者也是为了同样的观众而创作的 而且是在所罗门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 创作出来的 不过呢 尽管埃及诗歌的歌词 在许多方面与雅歌相似 但表达更加轻松 聚焦于年轻恋人的狂喜和痛苦 而雅歌的歌词 则远非轻浮随意 它是深刻的 具有神学意义 引人深思 包括对工作的思考 关于雅歌 有许多不同的解读 但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个 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歌集 这是文本最直接的意思 也是最能探索出实际意义的方法 这首爱情诗 庆祝了婚礼的美丽 和男女之间爱情的喜悦 苦难与工作之美 雅歌第一章一到八节 雅歌开始于一个女人 讲述他对恋人的爱 当中他说道 因为兄弟们 让他在家里的葡萄园工作 他的皮肤变黑了 在这首关于爱情的诗歌中 工作在第六节就出现了 在古代 人们常常看不起黑皮肤的人 这并不是因为种族原因 而是因为经济原因 黑皮肤意味着 你是农民阶级 不得不长时间在阳光下工作 白皙的皮肤标志着 你属于贵族阶层 因此 白皙的皮肤被视作 女性美丽的标志 但在这儿 女子的辛勤工作 并没有减少她的美丽 雅歌一章五节唱道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策外 她的工作让她 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她以后会照料 属于自己的葡萄园 一个亲手做工的女人 虽然不是贵族 但她是美丽的 值得赞美 工作和工作者的美好 常常被与之竞争的爱美之心 所遮蔽啊 在希腊文化中 工作被认为是美丽的敌人 这种观念仍然影响着当今文化 但圣经的观点是 工作本身具有内在之美 雅各三章 十节说道 所罗门给自己造了一程轿车 极其华美 这是一份爱的工作 是用以服务所爱之人的 新郎将用这轿子 把他所爱的人送到婚礼上 事实上 制作这轿子的工作 本身已经足够美好 因为工作不仅仅是 实现目的的手段 不仅是为了运输 收割或支付薪水 它也是创造力的源泉 我们应当看到 并赞美工作中的美好 秦奋 雅各一章七到八节 女子寻找他所爱的人 就是他心目中最好的男人 她的朋友告诉他 最好到男子工作的地方去找 他在那里牧羊 那男子的工作 安排得紧紧有条 可以有时间与爱人交话 这里并没有工作时间属于雇主 下班时间属于家庭的观念 在现代工作环境中 边工作边与家人互动 或许已经变得不太可能 司机开车时 不应该给家人发短信 律师在结案成辞的时候 也不应该接受配偶探访 但在许多行业中 由十九世纪工厂制度所造成的工作与家庭的分离现象 正在渐渐消退 这或许并非全是坏事 当工作是一件乐事时 雅各一章九节到二章十七节 在雅各一章九节到二章七节中 男女不素中情 男子赞美女子的美丽 而女子则歌唱了恋爱中的幸福 然后在雅各二章八到十七节中 他们歌唱春光烂漫 男子邀请女子与他共赴田园 这一情景发生在古代以色列的农业经济背景下 春天的田园之行不仅仅是为了野餐 还涉及工作 具体来说 为了确保未来的丰收 必须对古树进行修剪 此外 雅各二章十五节说 必须防止爱吃小葡萄的狐狸进入葡萄园 免得他们破坏收成 不过呢 此刻他们心情轻松愉快 把这任务当成是一个干狐狸的游戏 正因为他们工作充满了爱情的乐趣 所以才有了这句双关语 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这美好的春日农耕画面 让人联想到伊甸园 在那里 照料花草树木是一件乐事 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告诉我们 因为罪 这样的劳动已经变成了苦差事 但这并不是工作原本的意义 雅各中的这一幕 展示了神希望我们拥有的生活 仿佛罪未发生过 又好像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 已经实现了 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感谢收看系列节目 《宣读圣经》职场行 鼓励你每次看完视频后都想一想 如何将节目中学到的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宣读圣经》是在集体中 规律聆听整本圣经的属灵操练 读完整本圣经只需一百个小时 建议你除个人灵修之外 每周与同伴操练宣读圣经 坚持一年便可读一到两遍旧约 两到三遍新约和诗篇 欢迎下载戏剧圣经App 收听整本圣经内容 或下载环球传播App 收看节目 本节目由宣读圣经 工作神学 职场使命 与新加坡环球传播联合制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